位在桃園區守法路的舊司法園區 以前是桃園地方法院 自從法院搬家後 這塊空地就決定要火化利用 變成環保局的辦公廳社 不過也有人擔心這裡會不會也成為 垃圾車的停放地點 議員黃家綺表示 這裡只是辦公室請民眾不要擔心 很多的民眾都不知道 這裡面還有兩個小公園 那未來可以提供給跟社區的民眾 融合在一起 旧司法園區如果這邊整理好之後 這個老舊城區周邊可以做環境的微整形 包含把電箱U-bike站點 移到我們的司法園區的範圍內 那可以把周邊的人型步道 更加的親民更加友善 那我們的印度像素的根呢 把我們這個人型磚也撐破了 那希望可以一併把它做整理 黃家綺議員表示 旧法院裡面其實還有兩個小公園 相當適合民眾休閒活動 但一直都被高牆圍住 所以知道的人不多 等辦公廳設施工完 周邊圍牆將會拆除 並且結合環境綠美化 相信未來將會成為市區的新亮點 那個清潔隊他們一樣是在我們興建橋下面 那這邊是辦公廳設過來而已 所以周圍的住戶不用過度的擔心 行政園區因為現在就是從市政府到這邊 就整個一個三公里範圍內的都是變成是一個行政園區 包含我們的新工處在我們新桃瓦斯樓上 那環保局現在在我們的舊法院 那結工局在我們的農田水利會 那現有的包含我們的市政府還有代表會都 那邊就變成是綜合會議廳嘛 所以這整個其實變成是一個三公里範圍內的行政園區 這幾年因為市府辦公空間不服使用 很多人都在關注桃園第二行政園區的進度 議員表示現在很多局處都搬到司法園區附近 再加上舊法院 這裡未來將會連接起市府成為一個大範圍的行政園區 記者賴維一桃園報導